简单去上脚踩了一下这双狂潮4的Pro版本 虽然说这个外观方面长得比较像 但是两双鞋还是不同的鞋造 细节方面的改变还是蛮多的 第一个点 在于系完鞋带之后 可以把鞋带去藏在这个鞋车下方的小口袋里面 这个设计我非常喜欢 因为这种偏长的鞋带是很不好处理的 然后其次整个鞋子在于全掌蛋方面的反馈 它并没有像是狂潮4那么的偏软弹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狂潮4Pro的鞋带下方 它这层中底部没有用到像是之前狂潮4那个黄色的海绵鞋 整脚方面会比较偏板一些 其次又是结合了一个半立靴的处理 结合这一次的鞋面整体的包裹体验 没有像是狂潮4那么的紧 这一次的鞋软刹是比较偏适中的 最后一个点 整个下方的探板由于原来的拱形探板 然后延伸成了一个前叉式的探板 整体的刚性滚动性非常强 但是也同时牺牲了一些它的转弹感 目前刚发售1000块钱左右 喜欢的朋友等着完事了 踏子哥绝对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价位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